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世卫组织9日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的威胁已经非常真实 在这之前 严重疫情和沙特打响价格战 引发世界原油价格暴跌 进而又带动了全球股市大跳水 美股时隔23年之后再次惊现熔断 市场表现出一泻千里的惊慌 可以说世界经济在剧烈晃动 而且老胡要说 如今巨大的不确定性更像是全面的 不光是经济和金融领域的 国际秩序有可能面临新一波冲击和考验 非常庆幸的是 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 这使得国家的整体稳健有了一个强大的支点 在黑色星期一的暴跌潮中 中国股市跌幅相对小一些 星期二反而逆势大涨 这非常难得 老胡认为中国社会现在有一个独立的信心织毛 所以并没有被全球涌动的疫情和市场海啸冲昏头 我们已经经历了疾风咒语 我们现在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知己知彼者 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老胡 我感觉中国人有了一份逐渐落地的集体踏实感 我们大家发现这个国家的体制性力量 正在这个危急关头强有力的释放出来 在惊涛骇浪中维护着承载咱们14亿人安全和利益这艘航船的平稳 我们看到这种力量与风险的对冲非常强劲 风险虽大 但它更强 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 我们的确有很多问题 但事实也证明 中国的纠错能力不是一块漏水的船板 而是推动我们前进的一支奖 在今天3月10日这个时间点上 老胡看到中国社会整体情绪自新冠肺炎这个疫情爆发以来前所未有的乐观 股市大涨进一步刺激了这种乐观的喷涌 中国的全面复工复产的大漠我认为已经真正拉开 中国仍然面临着防止境外输入疫情的挑战 但我观察人们对国家有能力控制这个风险普遍抱有信心 武汉的最初失误 国家出手后得以迅速力往狂澜 还有外部世界纷纷中招 这三个事实我认为他们都在冲击塑造中国人对中国国家能力的认知 总的来看 经过这两个月 中国人的集体信心我认为是正增长的 人们看到的是武汉犯的错误 世界也在犯 而中国做到的事情 外界迄今还没有做到 春天正在中国真正到来 它有着普遍的融化力量 老婆相信 复工复产的形势会每一天都不一样 整个中国的恢复也会是一个强有力的进程 谢谢